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哈马斯前领导人汉尼亚7月31号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 伊朗方面认为此事是以色列所为 誓言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的消息 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库雷西 当天在出席伊朗国防工业日纪念活动时表示 以色列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 尽管伊朗认为战争不可取 但是伊朗拥有对敌人任何攻击和威胁 做出反应的合法权利 同时基于威慑原则 伊朗将决定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时机和力度 库雷西说就目前而言 以色列处于焦虑和恐慌当中 可以肯定的是 伊朗的回应将是不可预测的